在燕陽高照的天氣下 本說有期設施 2016台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再度回到台東精尊舉辦 從2011年開始 每年11月底 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衝浪選手 都會齊聚數有台灣衝浪 聖地的東河鄉精尊漁港 同時吸引不少原住民族人參與賽事 認為原住民族人適合衝浪運動 我們這邊有在培養一些當地的小孩子 都是原住民那種 所以對 我覺得很適合 水性也不錯 也比較敢做 敢突破自己這樣子 敢做動作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 還滿適合啊 先天性條件 如果有規劃性的話 會比較好一點 水性加 及身體協調性高的原住民 適合衝浪在向水上運動 不少業者 從小就培育在地族人訓練衝浪 這次賽事已經成為世界衝浪聯盟 世界巡迴賽事之一 獎金總額提高至新台幣250萬元 再度創下台灣衝浪賽事 新高紀錄外 同時也舉辦長版團體賽 短版團體賽 青少年組明星表演賽等賽事 那辦青少年組這個部分 因為大家也知道我們台東最近這幾年 推衝浪非常的夯 但是過往都沒有機會參加比賽 要參加比賽都要到外縣市去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今年這樣的 青少年組的部分 讓他們看看人家怎麼比賽 提升他們的技術 國際奧聯匹克委員會 今年8月初正式宣布 2020年東京奧運 新增五項比賽項目 衝浪便是其中之一 幸福說 今年除了持續舉辦台灣國際衝浪公開賽 推廣衝浪運動外 期盼未來能有台灣選手 進軍奧運殿堂 在世界最高競技舞台上 實現夢想 記者蝦曼琳大聖台東東和採訪報導